1 2 3 在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带领下 众人一同拉开红彩带 宣告无期国校B栋教学行政大楼正式启用 新校舍外观结合在地海洋意象 并采用船舱设计为发想 希望带给师生耳目一新的感受 这栋大楼是以船的造型当作设计 船头面向台湾海峡 代表立足台湾航向世界 我们来向门口就是我们船舱的入口 是代表迎接孩子航向未来 拥有125年校舍的五七国小 过去因为校舍老旧耐政力不足 在明代多方努力下 市府与中央攜手合作 亦助约3亿元经费 拆除重建三栋大楼并翻新操场跑道 其中乐学楼已于109年底启用 而操场跑道已经重新铺过 这天则是B栋教学行政大楼 落成启用 今天落成是第二栋行政大楼 也花了9000多万 这9000多万里面 我要特地谢谢蔡副院长 以及我们的教育部 给我们其中5000多万 大大减轻台中市政府的负担 游戏国小跑道也需要整修 所以我们也从体育署 争取了一笔预算 大概1000万将学校有一个跑道 让社区的民众跟所有的孩子 在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 来运动来学习 卢市长也强调 除了感谢各方支持外 接下来也会全力协助 西洞教学大楼重建 预计最快在114年底完工 届时也将提供给师生 一个安全完善的学习环境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commitment感谢 Gustaf 遥的字幕ucius стен 姆